- 这视频千万不能给我爸爸看到 Hello 大家好 我今天要录一个美妆视频 最近在那个YouTube上看到很多一个叫ABG Transformation 就是Asian Baby Girl Transformation 在美美一群亚洲的女孩子 她们的妆发还有那个行为都有一定的那个特征 我今天就想挑战一下这个妆容 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其实还挺奇特的 因为我本身就是本来的风格 就是那种比较清淡的风格 我就想尝试一下 就是自己画一个欧美风格的妆容 会有什么效果 其实偷偷告诉大家 我前几天晚上已经稍微尝试过了一下 嗯 化妆技术不是特别好嘛 如果我觉得一次性度的话有可能会翻车 翻车 然后现在我们第一步就是我先擦擦脸 为了有更好的滋润度 我觉得我应该要上上一点点的服务 我最近用的是这一款 在韩国机场买的一个厚的一个激化 那种无功无过的那种化妆品 而且可能最近都是窄疆嘛 其实也看不出来有什么区别 保湿度肯定是足够的 下一步就是什么呢 底妆 现在遮瑕 一条一个 Flora Masia的 刷在 我的黑眼圈 这不是一个美妆教学时辟 因为化妆真的挺烂的 也不算说特别烂吧 可能就是很普通 感觉正常女生的都有的这个事情 然后很难就有beauty观点 我的皮肤 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它有缺帆 因为这个我感觉是遗传的 因为我很小的时候 然后我小学的时候就有缺帆 然后我还记得以前 和和初中的 初中同学特别坏 还叫我班长 班长 然后就要上一个底妆啦 我现在直接用一个CC上 其实我没有遮瑕力特别强的粉底 大家有一些遮瑕力强的 而且保湿度比较高的粉底 可以推荐给我 很棒 第一个 ABG的顶妆它们的一要点就是 亚光的妆面 就可以归层这个粉 Lore in the Field的一个散粉 我们等这个散粉的吸收从水 我们下一个部要画的是眉毛 我的眉笔我用的是Benefit 画眉的要点 我自己感觉的要点 就是眉峰可能要高一点 而且眉线特别清晰 我们先把眉的形状大致画出来 我们用这个颜色深的稍微再补一下色 想没穿过画好了 你看看区别吗 其实我眉毛本来就挺浓的 但是我把那个线条可能画得更清晰了一点 好了 脸片画好了 虽然可能有一点点不得适 但是我们现在上市没有一对对称的眉的 他们另外一个特点就是 他们的眉型比较明显 所以我会拿一样的当做那个 Larmer City Concealer 然后用一个遮瑕笔 在房间把那个眉线剥了明显 就觉得我那个眉的形状清晰了很多 我刚刚这个粉 其实感觉应该可以 剥掉了 有个梦风肥干了 下一步我们要画眼影 眼影我打算用 Larces的一个淡淡的这个颜色 可能我说话可能因为别看错了 我确实不怎么会化妆 但是这个视频我就要告诉大家 不会化妆也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妆容改变的 希望可以了 然后下一步我要用这个 Moliva的一个盘 那个什么南瓜盘吗 就里面一个偏红的颜色 打在眼窝处 眼窝是男的 眼窝就是 我自己感觉就是这个有折痕的地方 就在这个折痕的地方打一个颜色就好 现在有点像孙悟空 先把它过渡一下 这些好像是运气 眼影最后可以再加上流氧片 有一个闪闪的 咱们用这个 正宗的A-BG-Sense Foundation 是需要贴这个假睫毛的 可是我从来没有贴过 现在在那个 疫情期间也不太好买嘛 所以我就 夹一下睫毛 刷一下睫毛 代替一下好了 刷睫毛之前 我觉得应该要先画一份眼线 我用的是这个 Scylla的眼线 是一个棕色的 不画眼线 我只画那个眼尾 小小的往上勾一些 我觉得像我一样 如果不太喜欢画眼线的朋友们 画一个这样小小的眼尾 其实那个眼睛就感觉会 提亮了好多 会大脸 眼线就画好啦 然后我要刷一下睫毛 刷睫毛之前 我用这个睫毛珍藏 增长的眼线刷一层 刚刚录到一半相机自己停了 我也不知道 然后现在我已经画好了 呃 我的鼻影 呃 还有高光 还有我的嘴唇 然后我鼻影用的产品 是Tuff and Quang的这个 双色 一个高光一个鼻影 然后你看到 我已经画铁皮了 嗯 用了挺久的两三年了 我觉得挺好用 高光用的是这个BECCA的高光 叫什么四号呢 Classic pop 它是一个偏红 黄色的一个高光 所以其实刷了之后 我就觉得不用刷腮红了 然后这个唇部呢 我用的是这个Tone 4的Monica 然后因为那个欧美妆 他们的唇色通常都是比较偏裸色一点嘛 其实我没有什么裸色的唇膏 这是我能找到一个最浅的了 所以我就涂了这个 然后我还用唇线笔勾了一下嘴唇型 我的妆容部分就是这样啦 然后接下来我要去换衣服 好啦 我换了这样一个小背心 其实 我看他们那些ABG transformation 可能换的都是一些比较紧身的黑色小吊带 但是我没有 所以我就穿了这件 平常夏天会穿的一个小背心 这个是好像是Evo来买的 下一步我们就要弄头发 我这个头发是上周剪的 之前是碎的嘛 现在是起起的 我觉得还挺特别的 我今天想要弄的是一个小小的卷头 然后我用的是这个Bled Hat的一个Waver 有点像一个蛋卷夹 其实我也不是特别用卷头发 但是我觉得这个感觉还挺傻瓜的 我先把刘海溜出来 刘海拖到里面 这样子下来 定型之后 然后往下降 是不是还挺简单的 好啦 头发部分就完成啦 然后我们下一步就开始做重头戏 就是带饰品跟纹身 我在Amazon上买了一些这些 贴纸纹身 我看看我要贴哪个 我刚刚是贴了几个纹身贴 这边贴了一个花 还有一个羽毛 这边贴了一个羽毛 这里 耳枪也贴了一个羽毛 还戴上了我的大金链子 还有金耳环 配上一套 现在感觉已经 很有面子画了 是不是 我自己感觉这个Transformation 还是挺成功的 就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自己找这样 感觉我还觉得自己不一样的一面 像现在看起来挺酷的 酷一孩 不笑 这视频千万不能给我爸妈看到 如果你有认识我爸妈的千万千万 不要转给他们 这个形象太颠覆了 你看一下我男朋友看到我这身造型 会有什么反应 那来经过来吧 好 好 我的天啊 你喜欢吗 很酷 我喜欢你 你也喜欢你 你也喜欢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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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